欢迎来到我的新教室 这期视频可以是一个收视教室的Vlog 也可以是一个大型的开箱现场 今年我换了一个新的教室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这个教室里有什么 以及现在它什么样子吧 那还有之前老师的一些东西还没有被搬走 然后这是桌子椅子 然后这一堆东西通通都是矮的 那边的家具也都是我的 然后这边是以前的老师的 然后我的教室里的柜子特别多 那还有一些是其他老师留给我的 聪明板 还有这边两个柜子 这边是两个白板 你看这功课还没擦下去呢 这是我的一些家具 那么这期视频可以是一个收视教室的Vlog 也可以是一个大型的开箱现场 因为今年是比较特殊 如果是in-person上课的话 我可能那些学习中心啊 就是比较touch的东西 我就不想让小朋友去碰了 我可能就把它收起来 然后如果是一个individual 像什么bingo card一样呢 我可能就拿出来给小朋友用了 所以今天这一期呢 我们就一起来收拾一下 看看我的那堆箱子里都有什么吧 我在那一堆东西里面没有找出来剪刀 我好头痛啊 这里面是数学的学习中心 还有教学的教具 因为我们学校用的是新加坡数学 所以它的教具很多 然后这个地方有加减法的卡片 cubes 原片 做手工的 最经典的分与合 那这个呢 就是turn frame的骰子 你比如说我要转到这一边 我可以说 十减五等于五 这个是钱 正面就是它的硬币 然后反面就是多少分 这是什么 这也是cubes 这是立体形状 我们一年级也会学到立体形状 这个是数学的转盘 哦 这个还蛮好玩的 这个就比如说9加1等于10 这个也是立体形状 制骰子这个还蛮常用的 比如两个小朋友制这个数字啊 然后一个翻到2一个翻到5 然后它们还有的是这种加和减的骰子 它们就可以说数学算是 这个也挺好玩的 属小熊大的小的也可以当棋子用 这认识时间 这边教时间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网络教学了 所以这个东西它们都没有摸过 我们会学重量 所以有一些小秤砣 10个小棍一捆 然后学那个位数的时候就会用到 Marbles可以让它们数 然后也可以装饰使用 或者是你可以准备一个鱼缸 然后如果它们都填满了的话 就可以弄一个什么class party一类的 这边有个addition all facts through 12 这是练术士吗 一个人在小白板上写 另外一个人check他的答案 Bingo card 经典游戏啊 好 日式时间的钟表 这是最常用的教具啊 这个是数字 每一袋里面有钱 像这种小朋友认识钱硬币 包括凑钱找铃 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啊 什么都得会 一体形状的教具 这一箱全部都是cubes 那在你整理这些教具的时候呢 你可以按照科目把它分好 你比如说我这边 四三个树的牌 我可以一个放数学 一个放中文 一个放自然和社会 这样分 然后呢 在你每一个column里面还要去细分 可能把同样的一个unit的东西放在一起 比如说我这边放的就是20以内的加减法 然后cubes那些counting的东西 然后下面是这个立体形状 然后再下面的是钱和时间 所以这样分的呢 你在找东西的时候就会比较的快速 然后因为这些教具呢 其实我今年应该会有选择性的给小朋友们 所以呢我一些不用的 我可能拉一个curdon这样 然后他们就不会再落灰了 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好吧 因为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呢 就是教具特别多 所以数学应该一个column应该不太够 然后这是老师的教具 认识时间 钱 然后是money kit 就是认识钱 那还有找零啊一类的 好那一个箱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我们再去看下一个箱子吧 接下来 这个箱子是 Math and Science Supplies 算了 给你看一下哦 这个地被我搞成什么样子 灾难了简直就是 给老师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啊 我这个拿出来是Electricity 就是那个电路 然后大概做一个电路 可以让这个风车转起来 这个里面是动物 我们会学动物的栖息地 以及动物的分类 这什么啊 拉拉对吗 就老师不要乱丢东西 有些东西今年用不上 明年说不定就用上了啊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那个curtain 可以把那个 柜子盖起来 这样里面东西比较不容易落灰 看你自己哦 反正有的老师就喜欢把它盖起来 看起来会比较整洁 你们玩过吗 叫I Spy的游戏 我超喜欢玩这个 然后它可以 把这个卡片放在地上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用放大镜去找 Oh I Spy No.8 但我们中文记录可以说 我找到了 找找一找 我们有篇课文啊 好这个就是那个翘翘板 翘翘板 什么翘翘板 七翘板 小朋友又可以用这东西来组图啊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一些学习中心 都是关于20以内的加减法 然后滑一滑 算一算 写一写 这个都是我在那个teacher payteacher上面下载的 我一般会把放在这种白色盒子里 这个一个一块钱 就在那个dollar tree买的 然后把这个就放里面就可以了 明天他们用到的机会 应该也不是很多 整体与部分 然后这个也是整体与部分 这一个爬梯子 小朋友很喜欢玩 需要骰子和两个棋子 同样的蛇行棋 然后三种方法的分与合 然后这个是数字拼图 然后这边就是拼图 那个这个的下面有这个数字 可以看到6 然后你就找哪一个 9-3-6 然后就把这一片放在这 最后它会合成一个 整个的那个图画 就挺好看的 这个是到太空旅行 到去5的星星上面去 然后如果他们这两个 你看下面写的是等于5嘛 如果等于5的话 它就可以走 如果不可以不等于5的话 它就不能走 然后最后看谁可以 到那个到5的星星上去 这个是1-10的拼图 跟刚刚那个差不多 我觉得一排是铁定不够了 我应该用两排都来用数学 反正没关系了 柜子多的是 那这边呢还有一些数学 Center或者是教区 那这边呢他们就可以玩 那个转骰子 比如这个是3加1等于4这样 Snap it up 这个多米诺 就是放在那个上面 这个是小鸭子 就是很简单 一个小鸭子在水里 然后水里有一只 然后又来了一只 有两只就是一个加法和减法故事 可以用到的 每学年的第一天 然后我们要去认教室 然后我就会拿这个牌子 告诉小朋友 这是美术教室 这是数字的分语盒 摆一摆 看这个多米诺牌 然后这边是5 这边是4 加在一起是9 就把它放在9的上面 大人都觉得很简单 小朋友就是需要这个东西去practice 这个一样只不过变成了中文的数字 就是你的教室里是不是有这种图形的木头做的 这种很像那个七桥板 然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图形全都怼进去 然后看 看这边每一种图形有几个 然后这个就是练分语和写算式 这边有一个我也是在那个dollar tree买的 然后练习10以内的加减法 就这边你有两个转盘嘛 然后分别是1和2 然后你这样一转 比如转到了30 然后这边一转 假设转到了12 那我就做30加上12 然后25加上22这种两位的 然后它有进位的有不进位的 所以就是一个actual practice 它们有一个这种小方块 然后大概两个孩子完美 一个是10个这种小方块 然后它可以转一个 说这是圆柱体 蜡烛是圆柱体 这个是立体形状展开图的游戏 好 那这个箱子里还有一个这样的 就是那个number line 就是小朋友数数用的 比如说我现在说的是5-4 那就把这个放在5 然后减4 1 2 3 4 然后刚好就到1 这个样子 看就是几分之几 然后这是IKEA的尺子 这个真的是老师太聪明了 像我们做100天那个活动的时候 就有用100厘米去量教室里的什么东西是100厘米 所以这种尺子就派上用场了 真的超聪明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有一个学习中心 是把这些小木块放在那个图形上面 这个他们比大人算的还要快 我觉得蛮神奇的 小朋友算钱 你虽然看不清这是几分 比如说这是一分钱 但是他们就能看清 哪怕是黑白的 就很厉害 然后就有一个收银机 已经坏掉了 但是我还是留下来了 你没坏 然后剩下的就是 像我之前说的 Class Dojo会给小朋友这么一个玩具 框 然后他们可以从里面挑玩具 给大家看一下收拾到现在 一片狼藉 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还没觉得它这么乱 接下来我们来开这个新的箱子 这个上面是 Bookshelf Science Picture and Learning Center 所以应该是科学相关的学习中心 一类的 他翻看一看 收拾的时候都 写的笔记都不是那么仔细 这边是牙齿 我们会学牙齿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班家长 order了一大堆牙刷 这也是什么 Luce City 还有Picture Book Nice 那这个呢是飞行旗 这个还用的蛮多的 在我们班上 可以用在社会啊 科学啊 中文啊 都可以用 然后这个呢就是垃圾桶 像国内不是现在有垃圾分类吗 所以我让我妈在淘宝上买的 也给我带过来的 然后有四种这种垃圾桶 然后下面呢是我改的一些小卡片 你们看到它的英文已经被我盖上了 然后只留下了中文 然后小朋友可以把它放在正确的垃圾桶里 那我也会根据美国的课标 把这四个垃圾桶改掉 但他们还没有机会玩 因为去年一停嘛 这又是数学学习中心 这是我们学那个身体器官 是不是挺吓人的 这个呢就是一个小游戏 他们可以去拼他们自己喜欢的车 可以照这个卡片然后来拼车这样 科学的学习中心 然后比方说他们弄到了狼 然后他们就可以说狼住在草原上 这个是我学习中心的牌子 是我一开始开学的时候会使用的 就是我们学那个温度测量嘛 然后就会在冬天的时候给它弄一点雪 然后像这个是太阳系的那个游戏 然后也是一个蛇星旗 小朋友对蛇星旗挺感兴趣的啊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动物栖息地的一个海报 像在空中的有蜜蜂啊 有鸟啊 然后这是森林动物 然后沙漠动物 还有海洋动物 我这个是分的很好 因为这是我做的啊 这些学习中心都是我做的 然后草原动物这样 当老师真的蛮辛苦的 我觉得你像这些东西通通都需要自己去搜图片 找字找资源 然后自己打印出来 laminate 其实真的就是蛮time assuming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些挂图 海洋笔啊这些 挂在教室里 但是挂在教室里每一个东西你都得交 不然那个东西是没有意义的挂在那边 然后还有一些灭绝动物 恐龙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教具 就是学重量的时候 这个小天平 这个呢就是学习中心小组 比如小熊组做一号学习中心 这个是jenga 这个我是用来回答问题 那下面就是回答问题的卡片 这个是科学有关的 比如说请你说出三个海洋动物 然后就往下抽 抽一个就回答一个问题 那这一个是一个拼图 然后是八大行星的拼图 他们用了将近全班一半的孩子 用了将近45分钟把它拼起来了 我觉得我真的超美景 我拼不出来他们这么快的速度 哈喽我需要学一下 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的妈 因为有好多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以前老师留的东西我也没有扔 所以就导致比较多 我收拾教室的时候 其实就扔了一拨了 结果收拾出来还是这么多 OK那我坐起来休息一下 让我跟老师看一下我这一箱子书 这是我教室里面所有的书 有一些还让我拿回家暑假看了 那就一起看一看有什么书 如果你对哪本书有兴趣的话 然后以后我可以多读一读 然后给大家出一些 就是关于书的视频好不好 我们数学用的是新加坡数学 所以我们的manipulative才会那么多 然后现在就是一个小课本 这样的 Learning centers Brain math 心算吗 用脑开发 Learn about animals 课本 牛来了 这个66头牛超好笑啊 他们就在里面找牛 真的 就这种画风 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可以准确的找到那一只牛 户外活动课 在大海上航行 三只小猪 那这边的就是这个picture book呢 是我读给小朋友听的 所以我不会把它放在我们教室的书架上面 等一下就睡觉 这个是test 但是我们不能用 因为它是英文的 但是好多题目我觉得还蛮好的 会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给小朋友做 这是刚刚那个拼图的书 三只小伙伴的奇遇 EB的textbook 然后这是老版的吧 Primary 反正好多课文我都留下来了 这些习听集一类的 这样的 这是test 你看我都把它撕下来 打算给小朋友做练习测用 结果发现我们学校的打印机并不match 打印不了 叶子掉下来了 然后这本书我应该这学期蛮多给小朋友讲的 叫细菌不是用来分享的 还有什么尾巴不是用来扯的 还有什么一共好几本书这个系列 我是个很棒的朋友 然后我们学马丁路德金嘛 所以那一天我会给小朋友读这个我有一个梦想 我记得我以前上 教五年级的时候然后读过英文版的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啊 然后十二生肖的故事 这本书超有趣 但是有很多的就动画片啊 可以放 然后这是赖马的作品 我觉得太喜欢赖马的书了 它的画风 哇哦 美景 这个是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我记得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 然后有一次我生气了 我们班小龙同学跟我说 薛老师你是变成那个喷火龙了吗 瞬间爆笑 就因为读了这本书 这是立体书欢乐中国年 哇 好酷哦 然后这是以前去参加seminar的时候 然后他们集中给的一些书 就很好的关于中国历史啊 东亚历史的书 我很诚实 欢迎来到一年鸡 哇 里面还是拼音的 哈哈 可是我们小朋友不认识拼音啊 The emperor at the kite 都是让我一个人睡 我一个人睡 神奇校车 自信满满 这些书好像没有读过 没有读过那个 过年啦 这什么 哦这做手工哎 很酷哎 你看我都没有发现我有这堆东西 嗯有意思有意思啊 可以给小朋友过年的时候做 故宫 你看又一本细菌不是用来分享 我这书应该有好几本了 因为可能每个老师都order 然后就变多了 这什么奇怪的小妹妹 我愿意分享 mini的早晨 大发明家达芬奇 时间到了 学习整点 哎这个有意思哎 我觉得教时间太难了 可不可以老师有经验的跟我分享一下 这个教时间小朋友永远都不懂哎 什么整点半点几个小时前几个小时后 然后他们又不常看那个圆形的钟表 都是看那个电子表 所以教时间好难哦 对我来说 有趣的时差 小点磕斗 强烈推荐 因为这本书超级适合做roleplay Trust me 超好玩 爱批评也 受批评也没关系 然后剩下这些呢 好像很多是我们 book 叫什么 book fair的时候 那个学生家长给我们买的 小几只 男孩和青蛙 我的爷爷是超人 这个超好笑 里面的爷爷就是超有意思 然后爱哭公主和生气王子 这个我强烈的推荐给家长朋友们去买这两本书 和那个我是喷火 我要变 我变成喷火龙了 还有那本我变成喷火龙了 然后三本都是赖马写的 他们都有各自的歌曲 然后那个爱哭公主和生气王子 这两个是我们班小朋友最最最喜欢的绘本 没有之一啊 好 那我先去把这一堆书放到书架上去 然后回来再继续看这边啊 core knowledge 这个是我们学校的curriculum 就是都是根据这个core knowledge来的 然后他们会从里面挑standard出来 所以这个每个老师必读 然后我一页都没有读过 我们的快乐生活 家长donate 几本课本 175个science experiment bridging mathematics 小一 高级华文试卷练习 还有what your first grade need to know 这本书是我们校长要求一年级孩子 就是一年级的老师必读的一本书 就是你一年级到底这些孩子需要学到什么知识 这本书对我受益很多 以后可能单独 就是发视频跟大家来分享 这个是我的what was your day at school 这是我们社会课的课本 叫做学会关怀同理心语责任感养成 课本 课本 自贴 心算 what do you do with the chance model drawing 新加坡数学非常重要的画式一图 teacher's guide 教室用书 上册下册 也是讲model drawing 这是我们的练习册 一起玩 我们一个课文就叫一起玩 雪地里的脚印 这个也是 这个和小不点蝌蚪是一套的 叫做磕睡虫树篮 它就是别人都在干什么 它都在睡觉 然后它觉得睡觉也很好 就be yourself 凯蒂去购物 又一个磕睡虫 凯文的小狗 这个是跟责任感养成有关的 就是如果你要领养小动物 你需要准备什么 好大的红苹果 乌鸦喝水 对就这个尾巴不是用来扯的 kangaroo at the zoo 英文的 花儿在呼唤 语言不是用来伤人的 外婆这个好感人这个故事 不是第一名也没关系 嗓门不是用来嚷嚷的 说的就是我呀 能甩掉自己的影子吗 我们有一个课文叫做影子 有人讲为什么有影子 明天能快点到来吗 我爱玩 这个书很好 它是台湾的 它里面有很多这种小游戏 然后每一个都是一个chank 就是那个chank 我在说什么 就是那个儿歌 然后小朋友可以把它打印下来挂在教室里面 他们就自己会去读和唱 磁铁 我们学磁力的时候会用到这本书 我懂礼貌 我的房间 空间啊 钱 然后月球火车 你看又来了 手不是用来打人的 就这一套书真的太好了 做的 哦 它在四 后面后面有四本在这 真的很好 这本这套书啊 超市面包房 奶奶的丝线 爷爷的船 然后跑跑镇 跑跑镇这个真是 对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改它到它的那个笑点 比如说 黑熊 哒哒哒 白熊 哒哒哒 然后它们两个碰撞在一起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熊猫 就任何两个东西撞在一起会变成什么 好好笑 勇敢一点 啪啦啪啦山的妖怪 这个它们超级喜欢 我把它做成了poster 挂在班级里面 小狮子学画画 忙碌的嘴 臭烘烘的臭幼 还有一个绿池白鹅 我遇见了一只小灰狼 好 那就是全部的书了 哦 蛋 哦 它倒了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箱子 这个是我们墨西哥舞表演的帽子 小朋友过生日的那个crown 然后这边什么沙包 还有这个是我们这种bag 然后这是讲历史玛雅文化的新年表演时期的那个装饰 好像protecting sheet吧 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学生家长design的 然后这是peter cat 这是我的一个学习中心 然后它一共有四个task 然后每到一个task 他们就回答的问题 有说一说 有画一画 还有想一想 都在这里边 拿这个给老师看一下 这是之前那个classdojo 那个就是学生的那个奖励 还记得吗 然后这就是那个token 那还有一些呢是之前做玩具分享的 那今年也不可能有 所以我就应该把它们都收起来了 声音玩游戏猜是什么的声音 动物的拼图 美国地图的拼图 做橡皮泥的工具 这里面通通都是我的宝贝 用了很多一年的时间做的 这个是笔顺笔画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学习中心 然后它可以这样向上翻 这是下横竖点笔画竖三画 然后翻过来说掉下来下雨 然后这些呢就是字卡 然后它的后面都是有这种 就是那个贴的 那我会把这个贴的另外一边呢 贴在这个教室的墙上 然后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往上按就可以了 我有水友 这是那个I have full pads 放大招了啊 这期视频 就是看它上面就是我有手套 我有手套水友爬山 然后他们就可以说我有爬山 水友下一个词语 然后他们就可以玩这个我有水友 有点像那个UNO那个游戏 然后这也是所有课文的 都在这了 我今年这些都用不上 想想还是好开 好伤心啊 只能等到明年再用了 See you next year了 下次就 就是它的正面是图卡 反面是字卡 像这个就是一起玩这一刻的 然后呢它的正面是起床 它的反面就是起床 只有这个字 而这个呢 是我在国内买的一套汉字 就是我们经常说笔画在字里嘛 你比方说可以猜这个是什么字 然后它有个角丝旁 然后一个嘴巴 还有糖葫芦 刷子口红 然后它反面就是红 它还有拼音 但是我们没有学拼音 所以基本上他们也不认得 然后有词语 这套卡片真的人手应该有一份啊 我们中文老师 它的这个孔在这边 然后但是我给它laminate过了 这个基本上cover掉了 我们一年级学的80%的字 都在这个里面 然后这一个就是演一演 这个还小朋友蛮喜欢 Kiss on stage 然后有一个转盘 转盘里面呢 有不同的活动 有动作 有物品 然后小朋友演一演 然后来猜 这个也是在Amazon上买的 我有一个世界地图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超级大 然后呢 我会 这个是带磁铁的 然后他们可以往上吸 刚好那个时候 我们做那个五大洋 七大洲 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去找 然后可以说什么 英国在欧洲啊 然后他会很好奇啊 这个国家是什么呀 他们就会问我 所以我就会告诉他 然后它底下是英文的 上面是中文的 在淘宝上买的 然后这个是汉字的多米诺牌 用法也很多的 这个我蛮喜欢的 叫做找一找 你看他的字都超级超级小 然后小朋友去拿这个放大镜 也是Dollar Tree买的 25分一个 然后去找 然后把这词语抄下来 就蛮好的一个practice 哇哦 是不是很多 这个是他们要找词语 然后答案在墙上 他们要把这个字写出来 如果他们会写的话 就写 不会写的话 可以照墙抄这样 Halloween的那个时候嘛 所以就可能说 鬼在房子的外面 这样 字卡 这个是蛇星旗 有很多的topic 然后有数字 有季节 有家人 等等 这个是笔画在字里的 好了 那这就是中文 我把它分成了两个盒子 这一边呢 是学习中心 这一点也不会用 我也不会让他们碰 然后这一边呢 都是字卡 图卡 词卡 是我需要用到的 需要挂在教室里的 所以我把